大家好,今天是10月5日星期四 明天是星期五 星期五又有美国的就业数据公布 因此市场也将会有点点的结合 首先我们来看看北水 北水近20日来的平均线稍微回落了 因为之前的市场真的人家比较多 所以它会比较回落了 整体来说,下面的脚就不多 上面的脚多一点 因此也会看到水仍留在这里 不过暂时来说,一定等到下星期一 看看北水仍是否涌入 这样才是决定得到的 再看看 今天的市场就回升了一点 因为昨天很差 所以今天当然会升 这没有太大问题 半导体升价最多 软件服务也有 电信服务也有 然后地产在这里也死不去 银行在这里中间 其他不太行的就是黄金 黄金因为昨天在美国方面的息口 这几天都是升多 所以压到金价 就是这样 今天来说 挺好 是不是 大家都一片红了 反之 油 汇丰 就下了一点 下去 那就没问题了 只要大饭那些 现在的人都看这些的话 就会变得好一点 再跟着看看 旗子 旗子 在这里就会是 来这里 看到有 小羊竹 小羊竹 一定会产生很多 良好的 期盼 希望这枝羊竹 明天日大跌 礼拜一要大跌 再跟着礼拜二要大跌 跌跌跌跌跌跌跌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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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跌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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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m 不可以要求明天清得太多 暫時應該起見水平整顧 都仍是保持楊竹 可以繼續下星期才打見真軍 接下來我們看看 今天可以留意什麼 看看維他賴 維他賴之前一兩月公佈過 全年的規短形 轉圈